我们之后你可以对照一下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个被称为皇后杀手的肯蒂基安对加拉西 那么首先出场的是加拉西 加拉西的年龄比较大 他好像是1972年出生 41岁 这个年龄在女子权力当中 是不是没有像男子这么重要 比如说他们的这种对抗的压力 这种压迫性没有那么大 所以可能年龄大一点 照样来挑战拳王 是这样 因为他这张线相比男子来讲 还是要差一些 另外在女子比赛比赛来讲 他比赛不是很多 他的密度也不是很大 所以他准备一场比赛 他可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 男子比赛也有40多岁 46岁 46岁 这是我们心思想的 只杀鸡是19胜三负一平 其中呢有四场是击倒对手 在欧洲啊 在欧洲呢 德国应该说是 目前世界女子权力开展最好 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他特等就是很多 都是外来的移民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肯利坚 他来自亚米尼亚的 还有包括前苏联的 前中欧的一些国家 大家看到这就是肯利坚 他原来是来自亚米尼亚 现在有双重国籍 对对对 那么这个运动员 我看到他一些情况 就是家庭的生活 还是比较困难的 可是在亚米尼亚这个国家 他也是平行的 因为他获得了 刚才杜文杰老师 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世界三大拳击组织的 拳王金腰带 WBA WBO 还有WIBF 那么他前一场的比赛呢 我也看了他的这个视频 我觉得这个女运动员 是非常的勇猛啊 就开场之后一直往前冲啊 冲的对手 就是感觉没有 没有躲闪的地方 横撤不行 这个横撤 后撤不行 左右躲闪 也来不及 给对手的这种压力非常大 这说明他的体能非常好 只有在体能良好的基础上 他才能采取这样的战士 才去风格 因为他原来的这个战绩是 32胜2负 16场击倒对手啊 这个击倒的对手的这个 比例接近50%啊 说明他这个拳头的力度 我应该说也是很不错的 在女子拳手当中 这个击倒率算是 相当高的了 这可以看出来这个德国的 这个职业拳击 这个发展是非常好的 他普及率很高 刚才您说的杜老师 今天女子包括男子 他都在德国中发展 但是他这个奥林匹克这个拳击的 在奥运会当中的都 差一击 确实是 中国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职业拳击选手 就是张启燕 对 张启燕他也是获得了三大组织的拳王的这个金腰带 因为张启燕从2006年开始啊 这个打这个职业拳击比赛 确实他是目前我们国家 女子拳击的标志性的人物啊 张启燕无论他的技术 包括他一些这个这个打法呀 包括他所取得的战机 应该说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显客的 对 现在目前在河北队当教练 当教练了 对对对 现在河北 但是他非常遗憾就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 因为因为这个身份的原因 因为奥林匹克拳击 他有这个就是你参加过这种职业拳击 以后奥运会他不让你参加 对他有呃 他有这个这个规定 是 下一步这个吴京国主席呢 他想怎么样跟WBWBC这些怎么样接轨 他就是他也就写在琢磨这些对 对 上次他就谈到那个那个帕奎奥 他跟那个菲律宾的已经澳洲已经谈了 准备允许和帕奎奥来打这个下脚一会儿 包括那个小克里青哥 小克里青哥 跟乌克兰也谈了 但是现在都是还没有成为定居 肯定基安呢是1987年出生 那么在1992年的时候 他的全家第一次搬到了德国的柏林 但是他在08年6月 还成为了德国的合法公民 亚本尼亚这个前苏联国家的也是东欧国家啊 这个普及拳击也很普及 对 我就在想这女子拳击选手啊 成为了这样的一种职业之后 就是说在日常的这个行为和性格当中 会不会受到这种拳击这个项目的影响有一些改变 李老师 不会 因为包括拳击的 包括男子 包括男子 他都是打完拳 他反而全得了 一般人还出去打架斗殴的很少 他自己反而就害怕一出手啊 对对方反而是有伤害 反而他自己对自己很自律 这个和我们传统这个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 好像这个打拳击的就很野蛮实际不是 实际不是 其实其实是非常的内敛 非常非常内敛 这是比利时的选手加拉西 得高的职业拳击 这个女子拳击 他之所以好的 就是说他的几个大半推广人旗下又有男拳手又有女拳手 他的比赛特别的多 像这场比赛吧 他这个在他这个有男子比赛让女子打电场 就是给很多的女子拳手提供更多的比赛机会 而且他的水平整体来讲是比较高的 在欧洲啊 在这个世界 他的年龄26岁 身高1.5米 他这个男子有的项目 现在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女子都要有 对了 所以你这太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不能说光男的有的女子没有 现在基本上就是男的有的女子都有 但是就是说怎么能让更多的年轻女性真正喜欢上这个项目 是吧 中国现在各个省市都有了 女子拳击队啊 所以拳运会也有三个级别 奥运会也有三个级别 51 60和75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回合的比赛 女子的拳击呢是每回合两分钟 好像是打十个回合 十个回合 这八赛是打十个回合啊 看他杨严宁说的这个这个你看 这个亚美尼亚这个 亚美尼亚这个右手 又是他就比较聪 你看他就注意对方打对比较猛 但是这个德国这个左式的这个身高必长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 完了以后 控制距离控制非常好 意大利这个选手 你看移动的很有经验 一般高个就是说打中远距离的多一些 他就是尽量不要让小个能够靠近他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直拳啊 摆拳多一些 完了打的长 小个呢他就相比较他因为体重都差不多 他实际上他就力量要好一点 中近距离好 对对对对 这个 我看另外那个脚下一动啊 他这个脚下一动也非常的敏捷 所以这就叫一种就叫掉的打 一种是主动进攻我拼着打 嗯 你看你要打了我后手引你 始终保持这种距离 哎呀 哎呀 你看这种就是死和一小个了 他得不停的打 中近距离 只要有这个机会他要不停 因为他很难进去 他们这欧洲这个纪录部啊 他开展都非常好 包括我们到意大利也是 他都是马上备站奥运会了 临时机器 都是有些人家是什么警察 交警 开的车来了 训练 训业余那是 确实是业余 但是在这个职业拳击的选手当中 很多都是先从打业余开始 包括像拳王阿里啊 还有一些优秀的选手 先有业余的这个经历 作为基础 然后转入职业 很多都是打完奥运会了 奥运会拿到成绩了 代表国家打完了 完了 回头他就转职业了 但转职业以后啊 就说他的严重太大 我觉得也是 他的生命力不会太长 看他这个保持的怎么样 训练的水平怎么样 因为他职业拳击比赛 和业余拳击最大不同 是呢 除了他这个规则 原来的规则不一样之外 他不是赛会制 我们赛会制的话 比方这个这一轮打完以后 下一轮隔两天又要打 他对体能方面 没错没错 实际拳击他是半年 或者几个月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 身体状况啊 然后可以进行时间的调整 他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 进行准备 另外他这个准备啊 他就是针对性比较强 针对对手 完了针对自己 他是针对的非常强 针对性 因为现在奥运会拳击 现在规则新规则规定 只能打到39岁 对对对 那职业拳击他没有 他可以打到四四五十岁 他都可以打 这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对对不对 我们看这两个拳手吧 肯定基安呢 身高只有1米55 对手呢 是身高1米65 两个相差10公分 如果再加手臂长的话 人家又长很多 这个战术是对的 他要贴近 他就需要通过快速的进攻 给对手施压这种进攻的压力 迫使对手不能够很从容的 布置攻防的这种打法 加拉西呢 就是一是不要让肯定基安 有更多的近身 对对对对 但是呢 他这个也是矛盾 他若离太远 他出拳的力度就差了 他的距离感 可能出拳的这种质量啊 和力度就差一些 要看机会 太远了不行 太近了也不行 所以就是要恰到好处 对 所以这个距离这个实际要把握好 实际上他就走哎 他呢要移动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战力啊 这个一小打大 一大打小 嗯啊 怎么打怎么防怎么动 对左手打右手 哎 这都是都不一样 这应该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战力啊 对 如果你个子本身就很矮 避斩也很呃也也也逊色于对方的话 你脚下一动啊 进攻的速度还很慢的话 这个比赛就没法打了 对方很从容的说啊 这个前手啊 前后手的这种迎击啊 啊就完全你就没有进攻距离了 嗯 我们看到这个肯蒂肩啊 非常的勇猛 非常勇猛 嗯 他这个脚下步伐很灵活啊 是吧 另外呢 在这个 这场的 这个前两个回合当中 我觉得还是保持他以往的 那样的一种风格 因为他上一场的比赛 他的对手呢 身高也是比他高 高出一些 嗯 但是他能够从第一个回合 坚持到第十个回合 还是保持这种 一如既往的 猛冲的这种打法 你看他 他的身高只要一米五五 在女子拳击比赛当中 这个身高也算是矮的了 矮的 所以他的对手大部分都是比他高的 所以他对付这种高个子选手呢 他很有信德体会 对 就是他的打法 你看他非常的呃 一个打法 打这个防防守反反击 对方虽然呃这个这个 个子比他高 但是他呢 能进去 能够进去 能够躲闪 就骗过对手的进攻之后呢 而且他的拳 获得自己进攻的机啊 进攻机会 全中 全还挺重 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了 嗯 然后前手的这个甲动作 也算是不错了 也算不错了 特别是我们看他的前手 应该说还是可以 嗯 但是确实这个肯定间 呃 有些假动作 有些啊 节奏的变化 嗯 确实让他 嗯 有时候确实这个这个这个显得被动 另外呢就是肯定间感觉他整个打法的节奏 嗯 和一般的这种拳击拳手还是有一些不同 可能也是因为他个子矮的原因 他好像比别人要快这么半拍 他必须要快 必须要快 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 跟大个打 要不就离他远 你也打不着我 要不就我突然就进去 这种突然性爆发力就对小个子来说尤为重要 他进去的时候哎 很突然 你看他马上这个真 另外他躲闪 等你出拳的时候我马上闪过去 完了我又进去了 这非常奏效的 像刚才杜老师说 他实际上跟大个他打得很习惯了 嗯 你看他这个脚下也是给你移动 你看哎 马上我就进去 你看这一进去这就这种距离就是他的距离 对 这双双都是打迎击啊 你看他谁都进去他就延续 啊 漂亮 这个好处漂亮 他是比较主动 嗯 另外就是说女子拳击啊 他这个 比如说他进攻的时候可能也会脸部有一些眉骨这有一些伤 但是他这个伤肯定不像男子拳击 这个这个伤的这么重 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擦伤有一点轻微的这种负伤 那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 这个拳击人呢 你打来打去 对不对 这个危险性更小 湄公这个地方就薄 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看插一些凡死灵魂 给你一些润滑 往内部 不要干 就是这保护 这都是一种保护的措施 你打到现在两个脸 减少摩擦嘛 我发一下减少摩擦 两个脸都没上 现在 实际上也挨着 但还有一个力量 这种 女孩子的这种爆发就不像男的 对出权的这种爆发力力度很大 来看一下第四个回合 刚才肯定街呢 也是让对手啊 遭到对手遗迹这个后手的迎接也很重 你看他也这样激动 你看你你你 加拉加拉西也也也一拳也打不着他 他也是往側往后走 但他要进去他突然就进去了 这是小个子打大个子的 你看他闪哎 下前后撤 两侧他都都用的很好 你看你一出钱我马上我就先打斧 把你手打下来再打你的头 这战术意识然是比较明确的 另外我们看肯定街的移动 他不是简单的直线运动 他是转着做 对对对 繞绕 绕你啊实际上你在这个 转身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他寻找战机 破坏你的节奏 你看你看他一共牵手拳也打不着他 你看他手的很好 他左势嘛正好往他的后后手 打交叉拳打进去了 你这个技术很好 肯定机缘不错的 相当不错的 你看一出拳连续拳马上就能进去 他的灵巧多闪 包括他的甲动作 都显得比一般的 加拉西你看还能够后撤 连续后撤出拳 这个技术都不错 不错不错 他也是前这个IPF的这个超次队 清晨女冠军 这个意大利的这个 这都是练了有若干年了 这一对对对 一看就是一打很很老练了 漂亮 你看打下打上 哎 这一拳挨了一拳 加拉西这个抓抓了一个机会 你过去包括泰森跟高哥打也是这样 闪进去以后不停的 这个缩子拳 组合拳 上钩 一组 连续 连续 先击辅 一般小哥跟大哥打 我看先击辅 然后再打头 对 他都是这样 现在从这个整个脸部的这个受伤情况 我觉得 现在啊 这个肯定基安 可能他这个脸部的受伤 好像要多于这个 今天的挑战者加拉西 对 因为对方呢 就是这个这个居高领想 有时候打这个后手 迎接这个拳 应该说 碰撞的力量还是 拳击最可怕的就是这种迎击 迎击 就是当你上的时候 我也上了 刚好两个力量合力 很容易打倒闭 很容易倒闭 你看起来并不是很重 感觉不是很重 但是蹦一下两个合力倒闭了 有的时候反而你想打重拳 抡起来还打打打不着 也打不中 我觉得迎接难度比较大 就比如说需要在短时间里 这种勇气 对啊 勇敢 然后要刺激 对 因为迎击他是需要需要判断的啊 需要抓时机的啊 对 缺一不可啊 你看他这个后摄 你看漂亮 这个一后摄马上 进去了 打的还比较自助 你看前手都给你放下了 你看 哎呀 因为拳击比赛你个子高有个子高的优势 个子矮有个子矮的这种特点 因为体重都是一样的大家 所以你只要个子矮你肯定力量就好 你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现在看来加拉西应该说高个子 他整个控制场上的节奏 控制对手的技战术打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还是可以的 还是不错的 你看刚才肯定天的反击 对方一个前手拳 他都是三拳以上 一打三拳 他动作比较突然 对 实际拳击比赛拳手受伤很多时候是由于错误的动作造成的 很多时候头前冲撞 冲撞导致你这个迷宫受伤了 现在他们脸还是很干净 对 这个他的上一场比赛就是肯定天的卫冕站 你看这个叫他打都快了 看到他就是说在这个比赛场上非常凶猛 但是比赛结束的铃声一响 这两个选手又像姐妹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非常好 他也是一种就是场上是对手 场下也是朋友 另外是以全会 这才叫职业 肯定天从2006年就拿世界冠军 未免了21次 他一直到2012年 2013年才输了两场 其中输了一场叫莫雷诺的 他在后来在这个去年的7月份 从莫雷诺的二分战当中呢 他又把对手打败了 又把这个冠军头衔又夺回来了 所以应该说这个 打了那么多场职业比赛 能够21次未免成功啊 这应该是非常显赫的一个成绩 对 说明他的水平 这个他能够再夺回来 输了以后再夺回来 就说明他这个针对性训练 针对对手 完了怎么赢的我 我怎么失利的 那是训练的非常奏效 所以他这个职业拳击 就是不像你业余的一筹签 十几二十个人 连续打 你一下子那你针对谁 你也不知道谁 你也不知道谁 这个职业他这好的就是 这半年提前对手一定 我就知道怎么练了 对手的录像 我一看 分析他的技术 他的特点 我练得非常有目的性 目的性非常专一 就是非常准 业好 肯定间 这段时间肯定间的脚下移动 就突破对手 把对手节奏 这个攻防节奏给破坏了 连续几次进攻 都非常成功 非常漂亮 这个很多就是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 你要针对自己的身体条件来 搞个好训练 就是你的高个子 那某中央距离我打好 我的移动我要快 矮个子 那我就闪躲 对方一出现 我一闪我就进去 马上我就抓住 这个最好的时机 那所以他这训练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他身体条件 他身 这个子这么矮 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漂亮了 加拉西还能不能像前面几个回合那样 真正的控制肯定间的这种 熊猛式的进攻 如果一旦击破了他的防线 可能会使肯定间的这种 连续的多种拳法的进攻 击溃对手 刚才这个慢动作 就是他连续几拳都没打着 但是最后一拳还是打着了 你看他拳多 就冲乱了 你看 你看加拉西还有个肩部的防守动作 对 他还有个肩部的防守 我觉得肯定间就是肯定没战术 什么拳都来上来 然后就没有太多的 就你跟他打你来不及防他 这实际上就是战术 你没有来不及防他 他就是上下左右不停地这样打 你看我在场地里来回躲 但是万一你躲着一个死角 你没动起来 或者然后让他抓住机会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别的移动当中要有空间的感觉 你不要往围绳边上角落当中移动 要迅速地转出来 就是这个 迅速转移 马上转移 就是两侧的走得非常要快 你看他现在也是两侧走 你看马上就绕圈子 你看马上就这样 都是朝右方向走 走到你的前手拳就是比较轻的这个地方走 他不往你的后手拳这个绕 后手拳好重 你看他都是这样走 你看他这样走 对 加勒西就是这种 这种战术 还是对的 这种战术 来你看他往后撤 提肩往后撤 这种还是有一定的技术 对 杜老师你说这个一般的咱们 不从事这项运动的男士 如果跟他们打的话 我估计肯定是打不过他们 那打不了 肯定打不了 一点戏都没有 一点戏 因为我们有这个 我们因为有这个运动队 所以经常有男的 比如朋友过来 戴上拳头玩一玩 跟女孩就打 他拳都打不中 他不知道怎么打 除了拳头跟棉花似的 戴上拳头 你知道 所以中国有一句武术 叫四两拨千斤 就是你打我 我一防守 我怕 你感觉我一拍 你过去了 我一防 你就感觉他打到他身上 没作用 大家看现在双方运动员 肯定金安和加拉西 还是能够坚持 前面的技战术 和打法风格 漂亮 这户肌都有 肯定金安非常主动 对 而且你看 这个脚下一直在动 前后前后 连续的出拳 能力非常强 你跟他打 可能就是感觉 是睁不开眼 来不及赌 睁不开眼 但他练 拳击练长了以后 你打 就让他不避 他不正不避 他看着你拳 还是不避 如果是一般人上去 肯定不敢睁眼睛 他一出拳 你肯定是下意识的害怕 咱们有时候下意识 你看看 过来的闭眼睛 但是拳击运动员 很多你看 拍的照片 挨了拳了 就打的 这个眼睛还是睁的 挨的 挨的拳 那个眼睛还是睁的 看得非常轻 你看肯定今天 他的教练 跟他在这 不是战术的时候 他自己还能够说出来 一些 就说明这个队员 非常冷静 非常有头脑 头脑很清晰 非常有清晰 我们有些队员 中间休息一分钟的时候 你给他说了半天 脑子一片空白 你就说了半天 再加上被打两拳 肯定是有点懵 他都懵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 现在双方的第八个回合 你看打的活了 你看他 你看没有 他对方抱着头 他还能出拳 第一个头 他照样摆拳 确实技术 假动作做得很好 对 我看到肯定今天 这个在2003年的时候 为了家里的维持生计 开始打零工 他第一份工作呢 是在 为汉堡一家健身中心 做这个清洁工 但是同时呢 他没有放弃学业 在2006年 夏季 从里尔书勒高中毕业 有些都是为了生计 来从事这项职业 那么咱们开始熊超中 家庭也很熊 也都是 也都是确实 但是他喜爱拳击 练了拳击以后 你看看 但是吃苦的孩子 家里穷的孩子 他能够吃苦 能够吃苦 确实 而且比较执着 这个世界拳击理事会 WBC的主席苏莱曼 曾经有一句名言 说这个拳击是穷人的运动 所以这项运动 永远也不会消失 毕竟穷人还是多 还是穷人多 另外呢 我想还有更多的是 他对拳击这项运动的喜欢 他的这种天赋 应该也包含在里面 如果你光是一味的练 你没有这个项运动 你看今天的肯定间 他的这种躲闪 灵巧性 灵活性 这不是说 他光家里穷 他就能达到这种技术含量的 不是 什么都是靠训练 熟能生巧 他都是这个 你要靠个训练 慢慢足够的体会 慢慢了解了 这个项目的内涵 都是突破这 你要不练肯定不行 对 另外他一开始 比如说他是过来 为了生计 逐步突破训练 喜欢这个项目 钻研这个项目 把它作为一种事业 生活的一部分 真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以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可缺少 他就不一样 今天看这场比赛 我觉得从视觉上来讲 应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因为毕竟是女性 在拳击的比赛当中 还是有一种独特的美 你像阿里的女儿莱拉 当时 对 本身长得也漂亮 后来大拳打得也漂亮 那确实是一种美 拳击毕竟是一项需要付出体能 需要力量这么一个项目 很多包括泰森这样的 他的天生的先天的身体条件 能够使他能够在拳击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价值 能够 他是这样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 或者说他能够通过拳击这个平台 这个项目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 谋生的一种手段 而且他的这个表现 就是双方运动员应该说 也有这个男子职业拳击的一些味道 他没有说因为女子拳击力量各方面 整个他这个还是和男子拳击是发展的趋势 还是要像男子拳击那样 他女性男性化 女子拳击男性化 他包括很多体育项目都是 为什么要男陪女 就是让女的 毕竟女的他力量上各方面 他不如男人 所以他在体育项目当中需要 就是女性男人化 打的可有力量 实际上拳击他就是 他既有技术又有战术 更重要的他还有力 很多项目都这样 包括乒乓球 女子技术男性化 中国男队的今天 就是女队的明天 女子运动员向男子来学习 或者在发展上有一些前瞻性 他为什么中国女子各个项目 当时成绩要比男子好 女性一个 国际上 他们的人家没想到中国抓得这么狠 因为中国的女性能吃苦 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强 杜老师您觉得目前 双方在第九回合当中 您认为目前厂上的形势 和前面的几个回合当中 有什么变化现在 我觉得随着比赛进行 双方体能都有些消耗 但是肯定基安的进攻 我觉得对方在 不光是上个回合 前两个回合 他的体能 包括他反应移动 相当来就慢了一些 应该说被肯定基安的 快速的进攻节奏 和多种角度的进攻 实际打得有些乱了 不像前几个回合 应该说他控制比较好 这一两个回合 应该说他控制这个距离 控制对手 对方进攻的能力 或者说效果来讲 应该说差很多 但是看看双方在第十个回合 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从目前来讲 应该说双方的差距并不大 应该说这场比赛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至少从目前来讲 应该说双方都展示的 比较好的水平 而且打的还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你看技术 来看最后一个回合 像他这种扑 你假如说你光后退 肯定躲不过去 必须要迎两侧一走 这才能够躲过去 另外一个后手迎击 他一扑 后手迎击 这也是个最好的机会 对 拳击的步伐讲究 横退直进 你看当意大利选手和 加勒西和肯定间 比速度 比进攻的速度和节奏的时候 他就显得迅速了 他的准确性 是吧 他就显得很盲目 有时候很下意识的乱打 肯定间应该说 还是在这方面 始终如一 就是说他的 他的比赛 他的进攻当中 他的技术 就是战术的含量比较高 他有先打什么 怎么移动 怎么晃动 对 所以这就是 激战术的 激战术贯彻的 比较有效 比较有效 怎么移动 怎么反击 怎么的 这个都是想得很好的 现在还有最后的30秒 你看肯定间就像英国北尔兰 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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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粗的 一支是6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又是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所以技术也好 速度也快 他的教练就是他父亲 所以带的也非常好 比赛结束了 这样比赛结束了 你看观众们都给热烈的掌声 对对对对 肯定对这场比赛的就是 两个的水平应该说还是接近的 对 都是一场实力非常悬殊的一场比赛 加拉西在后面的两个回合 稍微感觉 他也比较主动了 加拉西感觉的是不是前面有点被动 完了以后 这样下去可能不行 也加上进攻了 我们看到双方运动员基本上没有什么 太大的受伤 前几比赛和我们很多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对 但是有些比赛有的时候 他一犯规多了以后 头撞开了 给大家看的比较惨烈 对 这也流血了 那也开口子了 你看这个打得多干净 之前我们看到肯定金安呢 他有16次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KO对手 他整个比例是超出了50% 就是他KO对手的次数非常多 对对对对 你看他这一进去 一低头一进去 完了以后 你看连续不停的出 我看到这个肯定金安 他上一场比赛带了一 一副好像橘黄色的这个拳套 这个拳套是 可以带自己的还是到现场 到现场之后 根据这个他的拳击组织啊 或者是主办方 没有 职业拳击比赛 实际和业余一样 他这个由全赛推广人 拿出 中裁 因为比赛的中裁嘛 要拿出这个 这个新的拳套 由两个拳手来挑 挑完以后呢 然后要盖上戳 这个拳套在比赛之前呢 这拳套不能 拳手不能自我保留 是保留在比赛监督的 完了以后呢 马上要上场之前呢 把这个拳套 要再给这个两个拳套 做赛前的准备 主要防止你在拳套当中呢 加一些啊 这个这个 暗器 对对对 它是防防止坐手脚 你这样说 对 是这样防止坐手脚 他的后手部都要检查 对 你看他后手部 就像盖着戳 就是说啊 这个比赛监督 包括对方的教练 你谈手部的过程当中 他都要现场这个监督啊 双方运动员非常的友好 我爱你 我都是效果一般 хочешь 我就是有打赏人的 与社人的 级组 有些多人的 社交平台 出对 尔德鲁 在个人的 小师 从 沙瓣 我们看了今天这场比赛通过了10个回合的较量 肯定基安在WBA超次最轻量级拳王战马赛当中呢 是再一次成功的未免了拳王 金腰带